您在5月21日布里斯本看图腾提到过 要一个失兄的太太少骂她 因为她太太经常讲她的话 她财命会不好会倒霉会失去很多 如果她太太对她更好一点 她的财运会很好 因为她的财太太很喜欢财 所以太太对她一好就有钱了 请问师父 师父说夫妻双方不吵架和睦相处 能加速命中百来就有的财运的到来呢 这100%的 吵架会把钱财吵光的 有的女人有帮富运的 什么帮富运的女人有具备哪些标准呢 帮富运的女人具备哪些标准 第一会帮老公出点点子 但是不是出的很多 第二拼命的暗中再帮老公 把这个事业完成 帮助她而不控制她 但是有些女人控制老公的事业 那就完了 你明白了吧 女强人就不行 女强人也吓死了 你去看很多男人 很多男人跟人家讲话 谈生意的时候 讲一句话看一下老婆 讲一句话看一下老婆 你说人家对面的做生意的人 会相信你这个老公帮我好好地做的 人家当然做生意希望这个男人一就一二就二啊 是的 另外 师父那句话太幽默了 女强人吓死人了 真的女强人吓死人了 很多男人真的讲一句话看看老婆 讲一句话看看老婆 我有一次有一个男的跟我讲话 对不对啊 表面上他在问 他讲一句话看看他老婆 师父很幽默 我就跟他说你现在不要讲了 我说我直接问你太太吧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个问你干嘛呢 问你你就加个翻译桶一样 明白明白 那师父 这个女人就是水做的 应该就是要卤水 对啊 女人要温柔是水 我告诉你 女强人是没办法才做女强人的 哪个女人想做强人的 没办法的 老公靠不住啊 没办法呀 老公没能力呀 才出来做女强人的 明白了吗 那面对这种情况咋咋整啊 师父 咋整 好 两种啊 一种就是帮老公念大悲咒呀 加强她的能量呀 对不对呀 还有一种就是 教老公呀 好好的一起做呀 不要控制她 不要在她上面 而是好好的教她 老公应该怎么做生意 怎么做人 对不对呀 你真的能控制老公 你就好好的教她嘛 她愿意跟你学不是挺好的吗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 那女人是要卤水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女人卤水的话 性格要温柔呀 不要暴躁呀 不要气呀 不要跟人家闹啊 不要跳脚啊 不要骂人啊 不要打人啊 对不对呀 把男人打到床底下之后 你给我出来 男人实在在下面 气嘛气得了不得了 躲在床底下还说了 男子还大丈夫 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哈哈哈哈 你问了 那师父啊 如果夫妻双方不吵架 和睦相处 还会增加新的财运吗 这个问题师父 这个问题要看的 如果你 你本来有财运 会 我注望你的财运 但是你命中没有财运的话 你肯 你夫妻再好 就是和睦相处 和平相处了 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财运的 但是如果你不停地不失财 那你还会有财运 就这么简单